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歡迎收看大新聞大爆掛 老朋友趕快都來到止評收看 同時按讚還有把連結分享 推播出去 同時幫我拼一下訂閱 目前訂閱率呢 這個訂閱數字呢 好像又停滯了 是46萬6千 所以拜託大家再幫我往上衝 好 那我們當然在今天要來追的就是 快篩採購到底有沒有貓膩 你有沒有圖利 小吃店變身的高登環球生意公司 一怒氣標反嗆 國民黨自己買 那羅氏快篩的代理商也被掀開 發現怎麼也是一條綠色產業鏈 還有現在什麼不缺呢 快篩缺 確診簡訊居隔單也缺 就連清冠1號的藥物都非常缺 那麼最後有確診者呢 真的是靠朋友耶 靠確診者聯盟自力救濟 還有國防部現在要成立1922國家隊 所以國軍便克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 耐罵不回嘴 我們稍後來討論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節目來賓前 立法委員郭正亮 大家平安 那資本額只有200萬元 要如何採購16.5億元的快篩試劑呢 所以被質疑是否有圖利特定廠商 好我們先來帶你簡單很快的看一下 高登環球生意的小檔案 好他說公司的前身不是小吃店 他們說這是一家辦理團夥公司 接觸不少台灣醫學科技的優秀人才 好所以這個董事長劉偉澤不時在思考企業轉型 同時積極研發各項的生物醫學器材 好那麼特別強到說公司沒有簽紙啦 只是重新裝潢 因為記者早去發現一看 怎麼人去樓空 聽說一個月前就已經搬光光了 好但不管怎麼樣呢 高登在昨天深夜的時候反擊 他們宣布棄標了不參與投標 而且這時候反嗆滾檔 你乾脆自己組團去買高端 講錯 往人去買這個快篩計 好那先不管這個高登呢 是否惱羞成怒啊 大家覺得在質疑的這個點 就是200萬的資本額 為什麼拿下16.5億的訂單 這個部分 檢調不用查嗎 可是剛剛好像一推敲下來 就是他們的說法是 有上市公司的資金意註啊 梁哥 不就是那個炒紅國際嘛 那聲明就這樣寫啦 那這家公司等一下要小心 可以做補充啦 因為他的資本額 現在盡量高達70億 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嘛 那基本上是做電腦軟體啦 軟硬體啦 周邊設備啦 光碟片啦 資料儲存啦等等啦 那 坦白講跟那個 我們所謂的 相關衣財的進口也沒有關係啊 對 所以他就完全是提供財物啦 我猜啦 因為 就支給錢 因為這個蠻奇怪 因為有人去問阿中啊 說 你們沒有做資格審查嗎 因為 所謂的衣財或藥品的進口商 他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比如說你要有執照嘛等等啊 那這個台灣合格的 應該有二三十家以上 對 那這一家 他2020年11月才成立耶 高登啊 那 到現在一年多 有什麼樣的業績 衛福部為什麼可以接受 那第二個是他的財務 因為他的資本額 我聽說也沒有多少錢嘛 資本額 那 可以做到16.5億的生意 那阿中的回答是說 我們是以到貨為準 這個也是蠻奇怪 沒有 高登資本額就200萬啊 我真的是第一次聽到有這樣的資格審查 就是說 反正他如果沒有到貨 他晚一天都要罰錢啊 是啊 那意思就是資格不用審資 你知道我的意思 反正到時候是我自己承擔責任嘛 對 我如果沒有到貨 那衛福部就罰我錢啊等等啊 那我的資格 我的財務 都不要符合一定的要件嗎 對啊 應該有門檻的 這個太奇怪了吧 我當然知道那個要進口藥品或衣財 你一定要有相關的聘用這些人啊 比如說你要有鑰匙啊 相關的執照的那些人 這個比較好處理 你只要有錢都可以搞定 那可是你總要有財務證明吧 那還有你的業績嘛 因為最後來申請的就只有 阿中不是說只有五家嗎 對 那那個福佑達先過關了 對不對 那其他我倒想要知道有哪些啦 因為福佑達基本上有一家 醫事檢驗所 那一家的已經三十幾年了 而且那個餘檢驗師是蠻資深的 所以福佑達他是住資啊 後來把那個應該是 我猜是把它併購了 那就在福佑達的生計裡面 所以至少他的資格是沒有問題 那只是現在人家只是說 你關係怎麼那麼好這樣 對 那這一家是 人家懷疑你的資格的問題啦 就說你才成立一年多 資本額那麼少 才兩百萬 然後要做16.5億的生意 然後你又沒有什麼明顯的業績 那為什麼你有資格來做這件事呢 那其他台灣衣材進口 跟藥品進口那些公司在幹嘛 對啊 搞不好他們都不知道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招標的 我們通常衛福部會有一個公告 那大家就來瀏覽嘛 那瀏覽之後你認為你符合資格 有機會得標 你就去申請嘛 通常是這樣的程序嘛 那是不是說這個訊息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是說沒公告 我不知道 他可能公告在某某陌生的地方 某某陌生 然後可是有少數人 少數人知道 我跟你講這種招數很多啦 他可能公告在某某地方 比如說某個報紙的某某角落 他也說他符合合法程序啊 那國營事業這種東西多了 那所以不是很多人知道 不然你想一想台灣 以目前這種缺乏快篩的程度 他雖然進口的不是居用家居快篩啦 可能是公司團體用的 可是還是很缺啊 那我覺得有實力的衣材跟那個 製藥界的那個行銷商 台灣非常多啊 那怎麼會輪到你呢 這個太奇怪了 對太奇怪了 因為巧欣我剛剛特別想要 因為就是那一家嘛 那家上市公司的資金 光是這個部分 他們是不是就大有玄機 就是你帶我們看門道 門道到底要看什麼 嗯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因為我們本來到 昨天都還不知道 所謂的他高登他200萬 他要怎麼樣撐起這個交易 因為呢你今天200萬 好那你要先去買這個 16億的經費 你至少你說個5000萬爆關 你就是要有這麼多的經費 可是這個流性的代表人 他連62萬他都付不出來 現在還在訴訟當中 是 所以大家就覺得200萬資本額 第一個問題 你怎麼能夠去採購 然後因為你要把貨買回來了 你才能賣給指揮中心 賣給中華民國嘛 那你低端你可能就做不到了 你的資金從哪裡來 第二個問題是說呢 你只有200萬的資本額 如果中間出了什麼差錯 好例如呢 可能惡性倒閉啊 落跑啊 那請問指揮中心 能夠跟這家公司 追回多少人民的損失 200萬嘛 他知道他資本額有什麼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下單的時候 我們會看一間公司的資本額 能不能夠撐起來 因為這就是對我未來的一個做生意的保障 然後呢就有一個零性的一個金主 就出來幫這個高登講話 昨天晚上的時候 他就說呢 他們公司是跟這個高登合作的是他的金主 可是那又衍生出其他很多問題了 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今天你是一個上市公司 你沒有發布重訓的情況之下 你能夠去挪用你公司的錢去投資 或是給別人做為對方的金主嗎 當然不行啊 這當然不行 這是違法的啊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根本 你們有玩過狼人殺嗎 這根本就爆狼了嘛 這根本自己就爆狼了 然後這家公司喔 他叫做旭宏 可是這公司已經改過三次名字了 跟那個那個什麼高登一樣 常在改名字 他的前身叫做毅力 毅力科技股份公司 然後呢 他在2021年的1月28號 他們公司的董事長5人 才被檢方抓 就講說涉嫌10億的假交易徵戒款 也就是說 他們想要動用公司的資金 拿到外面去做其他的投資 去賺取利差 一樣 就沒有跟股東講嘛 自己就做了假交易 然後呢就跑出去弄了 所以這次大家也會很懷疑 你所謂的金主 你是怎麼把這個錢給對方 如果你今天你這公司 這麼有資金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去代理 你就用你的蓄力 他沒有資格啦 他是說電腦周邊 也是啦 那你為什麼不去找合格的嘛 就是說你可以跟其他的公司去合 合作嘛 你去找一個合格的去做代理嘛 然後呢我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這個呢所謂的小吃店 他平常在幹嘛呢 他本來叫做順義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們賣什麼的 他就是賣比如說鍋 鍋類啊 什麼韓式豆腐鍋啊 滷味等等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就是說 欸你是因為賣韓式豆腐鍋 所以跟韓國 韓國談合作是不是 所以也可以這樣扯 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不是在質疑說 這個公司因為他太小 好所以他能不能夠代理 而是他這個已經 跟你的採購是完全是對不上的 好那今天最新的 我們直接講最新的 今天呢陳時中就被問到說 這家公司的體質這麼差 甚至連他背後的這個金主 這個旭宏毅力 其實他們的體質很差 連年虧損 然後又曾經設入這樣子的弊案 現在這一家還被葉原資 踢爆就是負責人有詐欺的問題 欸指揮中心你要小心 因為呢 葉原資的說法是 他的學長是做口罩製作的 然後當時就想說想要去印一些龍貓啊 魔女展記院吉普利的IP在上面 所以呢就跟這個流姓的高登去談 然後談了之後他又說 可是因為他涉入了一些什麼問題 所以請他跟另一家公司簽約 簽約以後錢給了欸不能印 然後他們對方就去問吉普利 吉普利說從來沒有跟台灣談過這個事情 就被騙了嘛 所以有詐騙有錢科 然後只有200萬 違反要事法現在還在被偵辦 對然後呢 然後呢這個他背後的金主也是有問題的公司 又虧損指揮中心完全不查 就直接把我們納稅人的錢投16億進去 各位今年要繳稅了 大家能夠接受嗎 我完全不能接受這件事 然後在野黨幫你把問題找出來 喔我們還不提他人去樓空的事情 拿到標案就搬走了 一借口一堆搬家電話線有問題 別人都沒問題就你家問題最多 一間有模有樣的公司 就算你搬家 你也要讓人家找得到你 這個有很難嗎 所以網友才會說 5月2號不是這個指揮中英才發公文發函嗎 寄到這個地址 那是寄給鬼喔 寄給鬼根本沒有人會收到 所以你這樣子的一家公司 然後你說16億的這個疫苗的 那個快篩採購預算 你就準備要給他 然後你還不斷幫他護航 今天國民黨幫你找出這個問題 你應該要謝謝在野黨 因為在野黨的職責本來就是監督嘛 你沒有注意到這個狀況 國民黨幫你注意到了 你就要當機立斷謝謝在野黨 我們未來每一個案子我會明察 結果陳時中他說什麼去了 他說 都是國民黨 讓我們少了1700萬的快篩 那楊智良書總要捐1000萬快篩 你為什麼不讓他進 你讓他進1000萬的快篩 我們會缺這麼多嗎 我們不會缺這麼多 你就不讓他進 人家是有歐盟認證的 你這時候又說我只收美加喔 就你指揮中心你莫名其妙嘛 然後今天又被問到了 高登體質那麼差 為什麼要給他 為什麼你不直接去跟韓國國外去代理 這樣子能幫人民省最多錢嘛 結果呢他說 給國外代理 那不給台灣的廠賺這才怪 你一個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你在想的竟然是如何讓台廠賺錢 那他請問他賺錢賺誰的錢 我們納稅人的錢啊 這我們每年繳稅繳進去 然後現在買快篩還要再給你100塊 然後你想的不是怎麼幫人民省錢 人的健康人命欸 對你先不要講省錢好了 我現在十萬火急了 是我們第一個很需要快篩嘛 第二個大家覺得太貴嘛 第三個很多人經濟條件負擔不起嘛 你不是想怎麼樣壓低價格 讓人民有便宜的快篩可以使用 你在想要怎麼樣讓台廠多賺一點錢 像指揮官還要繼續這樣做下去嗎 還想要選舉嗎 說不定他就是因為想選舉才這樣子 因為大家都有錢賺 未來他才有更多人為你抖內他 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但是呢陳時中再這樣下去 不僅搭快篩買不到 你也看到越來越多弊端 從伏佑達 從寶吉生 從高端再到羅氏 哪一個不是跟民進黨有關係就沒關係 我再小補一下 這個廠紅是上市公司 他的股號是2443 大家可以去查 他現在的股價是3塊 每股進值只有2.6 然後他連續四年都虧錢 連續四年都虧錢 去年虧了0.73 前年虧了3.09 2019虧了1.9 2018虧了2.3 然後目前去年第四季 他的稅錢淨率是-67% -67% 這個你隨便去查 他股市的軟體你都可以查到 俗稱水餃股就是這種 那你去想一想 這樣的一個情況就是本業沒有賺錢 那他也許手頭上有現金 這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跟你講你要簽一個16.5億 一個訂單的採購案 你要當財務保證 你一定要簽合約的 上市公司 你怎麼可以不發布重訊 你有經過董事會決議嗎 那這個金管會要不要查一下 我認為他如果完全都沒有 然後就跟那個高登 就直接這樣說我當財務保證人 根本就是違法 你根本就違反上市公司 該遵守的程序 我是財政委員會的 16.5億不是小錢 你都是虧損 那你現在要把你的帳上現金拿出來做 非本業的生意 因為他都是做電腦周邊等等 什麼光碟機等等 這跟你的本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你要做那麼大的一個非本業的生意 你要跟人家簽約吧 那如果真的簽了約 你要到董事會報告吧 那跟董事會報告之後你要發重訊 請問你有做這些程序嗎 然後金管會也不查 因為這個事情現在才知道 就是說 陳時中怎麼會允許高登那樣的公司 要允許這樣的一家 非生意本業的 陳時中還在怪 他說他叹氣也說這是政治干預商業 他說所以我們1700萬劑的快篩 就少了 那就是 我們不管是不是國民黨報的料 就針對這些事實他要做個回應 他的回應就是政治干預 因為他沒有能力回應 不然那個高登 我剛剛說那個資格審查是怎麼過的 那你們是不是沒有資格審 你乾脆這樣回答算了 請問有沒有符合資格嗎 財務擔保跟他的業績嗎 這個任何政府標案都是如此 那你如果如此寬鬆 說我們不要求業績 也不要求財務擔保 你真的是創了台灣政府標案的 諾貝爾獎 有這樣標案了嗎 越來越扯 我不相信這種對外採購衣材 而且金額那麼大 可以不講究資格 我難以想像 然後說什麼 反正以到貨為準 那也很怪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政府不是這麼隨便的政府 大概只有隨便的衛福副 那是陳時中在呼嚨我們 還是他真的不知道 那就是衛福部的程序拿出來嗎 你怎麼可能會沒有業績審查 跟財務擔保的審查 我在質疑他們羅氏的事情的時候 他的說法是什麼 他說這個羅氏 為什麼要選羅氏 是因為 班機時效 航運成本 交易金額 金融保證等等因素 不是經銷商能夠承擔的 然後牛耳的資本額 再怎麼說有3000萬 小吃店只有200萬而已 所以你用同一個標準 你會發現 你講他羅氏的事情 他講一套 他說這個 採購金額太大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夠規模的 我們要直接跟原廠談 然後呢 但小吃店的時候 他又說 只要有貨就可以收 那到底是哪一個 你根本矛盾大對決嘛 對 好那在這邊呢 這個網友 梁耀文抖內徐曉昕 他說被曉昕每天打臉 腫到口罩面罩都已經遮不住了 曉昕曉昕得第一 剛剛我們的來賓亮哥還有曉昕呢 就針對這個高登環球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質疑 那包括像葉原姿也踢爆嘛 說這個負責人就涉嫌詐欺啊 違反要事法 目前還在偵辦當中啊 好那 可是高登其實很嗆嘛 在昨天深夜他是這樣回的 他說國民黨是以權貴思考不體恤 底層人民的奮鬥過程 反以謀取私利的角度來批判質疑 讓人懷疑國民黨的前景何在 為了消米暴力思考 公司決定不參與投標 希望國民黨能夠組團採購 為台灣人民謀取更好的利益 好那我們看到了這個是 國民黨副秘書長李彥秀呢 立刻回擊 他說這不是民進黨深夜斷尾求生的伎倆 他點出了這個是危機處理五條SOP 就是風向不對迅速切割 立刻止血 嫁禍再也往軍出征 好那麼同時李彥秀也特別回應高登說 叫國民黨去買這件事嘛 他說國民黨呢 只是為了防備盡責 不是小吃店也不是生技公司 所以國民黨不會華麗轉身 成為快篩季的進口商 委員 來我先跟高登公司道歉 為什麼道歉 昨天陳時中說 只要符合一財商資格的廠商 都能向指揮工作中心販賣 好然後廠商只要產品符合一月資格 然後我一直覺得好 昨天我因為我昨天在說 這家高登公司它過去是小吃店 它轉型成所謂高登環球 生衣有些公司 聽起來很炫炮的一個名詞 生衣很厲害 很有技術含量這樣子 我想說它一定有些 技術的含量在裡面 它才有資格去賣所謂的 醫療財品嘛 結果我今天去查的時候才發現 要賣衣材店其實很簡單耶 其實你過去賣俄阿米索 你過去賣麵包的 只要你有成立申請書 你有一些地址 然後營業登記等等 你都可以賣衣材 唯一有個東西跟大家不一樣 它裡面是要有個技術人員的在職證明 但大家都知道 這個技術人員其實很多都是 借牌掛牌等等等等之類的 所以其實你今天要賣衣材的產品 你去看到它進交商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呢 它或許在場的沒有特別對衣材懂的人 它單純只是一個銷售人員 它只要有店面 有資本可以設立 它就可以去賣衣材了 相反的你從國外寄過來 是屬於衣材產品 國外廠商都已經認證合可之後 寄回來之後 因為台灣沒有認證 只能被沒收 就是一個很荒謬的情形 所以我跟高東公司道歉 那回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包含剛剛高東公司昨天晚上 他發了那個聲明 以及呢 我剛剛在上節目之前 我看到很多新聞在推播說 1700萬劑的快勝飛了 你知道整個政府 整個民進黨撤一包 整個高東公司他們在 他們在帶風向 對啊一定會降洗的 帶說 國民黨把1700萬劑的快勝 搞得搞非咧 我跟各位講 其實剛剛巧晉也有講到 我們在兩階段 我們發現他問題重重 怎麼說呢 一開始陳時中告訴大家說 今天早上說 大開一口氣說 整件事情是政治干預商業 我先請問 我們挖出來這高東環球聲音公司 他資本的200萬 是不是事實 是啊 他過去從小吃店轉型成 現在所謂的聲音公司賣衣材 是不是事實 是啊 請問國民黨黨還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有多說什麼嗎 沒有啊 那請問都是事實的東西 我們干預了什麼商業的東西 我跟各位 如果我今天是 這個高東環球聲音公司 負責人 我開心得要死 因為我可以展開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我過去賣小吃 賣這個什麼泡菜鍋 賣泡菜鍋然後成立了 然後一路轉型 一路向上奮動 最後我開了聲音公司 取得了這個政府快樂世界訂單 這是一個成功故事 國民黨打我 我是事實啊 我這些都事實 我經得起考驗啊 我根本不需要棄單 而且我還可以頂著輿論壓力 把這1700萬計的快樂世界 進過來之後 造福全台灣人民 這不是一個很好故事嗎 請問你昨天為什麼要棄標 棄標原因是什麼 就是心虛嘛 然後你最後還情緒勒索 還告訴他說 我今天棄標了 我今天不要去標這東西 大家拿不到1700萬世紀了 叫國民黨自己去組團 這就是帶風向 這就是第一點 他們心虛 沒有而且民進黨也屁股我們黨造謠 在今天說了 說這個高東是新北市府 核發許可執照 欸對 然後這更好玩 然後第二個我要講 這個高東公司這個負責人 他叫做劉哲偉吧 對劉偉哲 劉偉哲 第二個他第一個心虛 他第一個他說謊 為什麼說謊 高東公司昨天發表聲明 就說他前身不是小食店 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什麼 團夥 商業企業團夥 好這個這個過去這樣子 然後他就 他就是他們是個據說含量的 但問題是 今天不管是民進黨委員 包含一個律師 叫林志群的側翼 他就說 高東從小食店 轉變成所謂 增淨一財公司設立 是新北市政府合地 所以更換的轉換資料 就歷歷帳目 事實就在那邊 就你高東告訴我說 沒有過去不是小食店 那請問你轉換過去 轉換過程是什麼 民進黨拿來打點國民黨 這些事實證據是什麼東西 所以第二點 劉偉哲他說謊 第三點更過分了 剛剛小欣有講到 議員之今天早上有踢爆說 這個劉偉哲這高分公司 他其實有另外一家公司 叫萬澤科技 在這個吉普利音樂會的時候 侵害要是吧 然後甚至是騙他 另外學長公司的錢 我會跟大家找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證據 各位先來看一下 這邊 高登環球生衣有限公司 然後下面是 萬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這兩個公司大家知道 大家看一下地址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一段66號十樓之二 下面也是一模一樣 一樣的啊 一樣的嘛 大家記不記得 過去民進黨在打鹽寬恆的時候 不是找出他很多公司 都升級在同個地址嗎 所以民進黨就告訴大家 同個地址一定有鬼 一定有鬼 所以同地址就是不對 好 他們是同個地址對不對 再看他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那個什麼 萬澤 另外一家就剛剛講到說 萬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他除了也有人說 違反要事法之外 我剛剛上網找還有另外例子 他有被這個所謂 敵核股份有限公司 他們有個 本票裁定的一個訴訟 本票裁定的時候 就在108年5月2號的時候欠錢 百分之欠75萬 然後最後還完之後 還剩下62萬還沒還 還剩62萬沒有還 請問你一家公司 你62萬的錢都還不出來 可是他接了16.5億的訂單 你接了16.5億的訂單 請問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你面對這情形你會不會怕 會啊我連一個公司 連62萬都還不出來的 我卻可以接政府16.5億的訂單 請問他到底會不會捐款為桃 捐款為桃之後就像小青獎一樣 資本人200萬賠彎就沒事了 我還爽賺16多億錢 這就是我們幫民眾把關 但問題是今天卻被民進黨帶風向 再來說其實為什麼萬澤公司 他其實過去 他是107年3月成立的 他當時他有個那個可以賣的那個 那個類別是F208031 他就是醫療器材 好就是可以賣醫療器材零售業 萬澤公司他就可以賣醫療器材 但問題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就是同一個老闆 劉偉哲他卻要在109年11月 成立所謂的公司 也是賣醫療器材零售業 兩間公司賣一樣的東西耶 可以賣一樣的東西耶 然後一開始是107年成立 你不用你外則去賣 你後來109年成立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就你萬澤公司 過去有這些欠錢 有這些違反要事法的規定 他叫斷尾求生嘛 他叫把他過去萬澤公司 給他隱藏起來 把他丟掉嘛 新成立的高等公司 告訴大家說我是一個新公司 我是一個草事店 轉型的創業勵志故事 所以呢我可以來接政府 不要讓政府找不到 今天連巧新都找到 連我們Google都找到 劉偉哲有這樣子 兩家一樣的公司 請問為什麼政府 你沒有把關的能力啊 請問你陳時中 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除了去酸國民黨之外 除了去酸大家說政治干預 對政治干預商業之外 他好意思講喔 他不是始祖嗎 一聊的時候 不是就是政治干預商業嗎 對啊所以我要講第三點 第三點他這個東西 不管他這個萬澤公司 他就是違法 所以我們今天面對這個案子 我們是找出一個他 既心虛又說謊 又違法的公司 然後最後他還跑來告訴大家說 政治干預商業 其實從另外一角度來看 應該是我們在党幫你抓出了 這家公司就是有問題 我可能幫你省下16.5億 可能捲款逃跑的問題 可能他1700萬塊 根本進口不進來 有可能會發生這個情況 我幫你把關好之後 結果你跑過來告訴大家說 在党做錯事情了 那以後所有事情 我們都不用把關啊 以後就你們說了算嘛 反正你們開標 你們限制器招標給公司之後 都相信你啊 反正出問題 就不關我們的事情 我們幫台灣人民 把守我們的納稅錢 把守這塊世界進口 結果這時候政府跟集體 他們帶風向 就是來算國民黨說 把1700萬塊搞丟 難道是這樣子嗎 那太詭異了 太詭異了 其實兩位國民黨代表 記憶不夠好 去年8月13號 江啟臣主席就去告 衛福部圖利嘛 高端嘛 李秉穎就說 圖利廠商 本來就是奸金地益 對不對 對 他們是這樣認定的 好 那所以咧 那羅氏呢 羅氏快篩呢 羅氏快篩是不是也有鬼呢 因為今天呢 這個爆料人 許曉欣在現場 我等於讓他自己講 他主要是說 這個代理商 牛耳公司的背景不單純啦 那包括了 先出來代理人是這個 前立委蔡王王的包凶 那後來一牽起來發現說 哇很多受惠的業者 牽在一出來發現 又是一條綠色產業鏈 好那當然經濟部很快的做圖 還說請資源澄清 他說某議員之一 快篩圖利特定廠商 他說事實是 政府直接徵用羅氏公司 所產生的 生產的快篩世界 他這個議員所稱 國內代理商 牛耳公司 完全無關 好所以這不是事實 那當然啦 這個包括了這個代理人呢 就是蔡朝政 他是蔡黃郎前委員的包凶 他也說這個事情 是政府直接就跟原廠簽約 跟原廠談的 好那當然徐曉青今天呢 也很快在上節目前10分鐘 就發了一篇文來回應 但是因為曉青今天在現場 所以我就把時間交給他 對因為為什麼會揭露 就是說羅氏 其實主要是牛耳國際 跟這個明亞的關係 是因為你可以看到 在整個疫情產業鏈面 從PCR到疫苗到快篩 都一樣就是呢 裡面很多特定的廠商 然後有些人就是跟民藏關係很好 他好像就有優先的機會 所以呢我們就看到這個 在我們政府的這個實名制的 快篩世紀的盒子上面 就很明確寫著經銷商 就是這個牛耳國際 對 牛耳國際 真的喔他實名制 非實名制都有啦 如果看不太出來 經濟部做這兩樣圖 有什麼不一樣 那總之呢他的經銷商是 就是說羅氏的快篩進到台灣 他的代理商是台灣羅氏 然後他的總經銷是牛耳國際 那牛耳國際的代表人呢 叫做蔡朝鎮 他是民進黨前立委蔡黃郎的哥哥 他20多年都在羅氏工作 所以呢據說很多羅氏的事情 是由他幫忙處理的 去取得這樣子的經銷 我個人也覺得不是很意外 但如果我們要看更多關係的話 你可以看到 蔡黃郎他當時齁 在選舉的時候 他的後援會會長 就是叫做吳祺祥 吳祺祥這一位 這一位 然後呢他就是呢 這個吳秀梅食藥署長的親弟弟 然後他的太太呢 剛好又是民進黨的 這個立法委員羅美玲 然後呢以前有一個舊案 就是呢牙醫師公會對於立委行會的案子 這是特徵組當時查的 特徵組的起訴書裡面就有提到呢 就是由這個吳祺祥 然後跟蔡黃郎跟蔡朝鎮 他們都有被牽涉在裡面 那後來蔡黃郎就講說 我們兄弟拿的這個叫做政治獻金 然後後來因為沒有查到對價關係 所以這個事情就清放了 但總之呢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蔡朝鎮 他是牙醫全聯會的顧問 或者是吳祺祥 他牙醫背景跟陳時中都一樣 全部都是牙醫啊 全部都是牙醫背景喔 那大家就覺得說 天啊太巧了 原來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自然會質疑 我質疑的點在於哪裡呢 在於現在政府去徵收了 所有的快篩試劑對吧 然後呢再把裡面其中一部分 賣給民眾做家用快篩 但呢我徵收這麼多不同品牌 有本土的有國外的 有便宜的有貴的 可是我最後賣出去的 只賣羅氏跟亞培 這兩家剛好就是他進貨價格 是最高的 大概要95塊錢 壓不下來 壓不下來 所以只能花100塊 再賣給我們民眾 那很多人都覺得 為什麼台灣的快篩這麼貴 法國啊可能都是48塊啊 50塊啊 德國也是這樣就可以買得到 那因為政府就拿採購的價格 最貴的那一種賣給你 那他當然 國外便宜的很多都是中國製的 是所以基本上他就是 又是政治意識形態在干預嘛 所以陳時中當他講說 政治意識形態不要干預的時候 他自己不就正在做這件事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有這麼多的快篩世紀的廠商 他的價格不一 準確度其實也都OK 所以你有核准他 讓他再比如說給企業去採購 地方政府去採購 那為什麼價格比較便宜的 不拿來賣給民眾 賣給民眾的是本來你的進貨價格 他的本身的價格就比較貴的這一種 所以民眾才要一直排隊 然後又買到的是比較貴的快篩世紀嘛 所以我們才會質疑說 政府在選擇家用快篩世紀的時候的 標準是什麼 合以你只能賣給家用 賣給民眾亞培跟羅氏 可是企業地方政府 卻可以買什麼賽博啊 很多其他本土的比較便宜的世紀 所以才會有陳其邁說 他可以採購到一季59塊 可是我們的採購卻是95塊 這種差距嘛 因為他的廠商牌子 跟世紀本身的內容 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經濟部他昨天晚上 寫了一篇什麼資源澄清 你知道嗎他上面就寫錯 他說牛爾公司是所謂的總代理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而且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是總經銷 你看我還幫你講話 你看你多可悲 晚上10點還在這邊做圖 然後呢他所講的東西 都是我根本沒講過的 比如呢他說 他可能這個圖真的做得很敢 對真的真的很敢 因為他們晚上還要加班很可憐 比如他們會一直講說什麼 這個衛福部又沒有跟牛爾簽約 我告訴你我所有的文章裡面 我都沒有講過跟牛爾簽約 我說的是牛爾是羅氏快篩的經銷商 簽約兩個字我沒講 塞到我嘴巴裡要幹嘛 所以像今天很多綠營的爭論節目 也是這樣子 自己先立一個稻草人 自己設定一個別人沒有說過的問題 然後再自己去澄清他 以為解釋到了什麼 但其實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看 經濟部自己做了一個圖 告訴我們說哪有 他說什麼 自由時報報道說 實名制的快篩上面的外殼 就寫得很清楚了 這個牛爾呢他不是經銷啦 他是客服 上面寫什麼嘛 總經銷三個字 寫這麼大字 我還以為他們在跟我們管什麼 誰來找查的 不管是不是實名制的 都是總經銷啊 都是牛爾國際生 所以我覺得以前的做法 就是大家很簡單講說 我們都依法行政 我這個查無不法 其實也就過去了 可是當政府硬要在這些小事情 明明就是錯誤的 硬要睜眼說瞎話的時候 反而會讓大家覺得 真的有貓膩 覺得水非常的深 真的是 你說這個一連串的標案 全部都是綠油有一家親 整個綠色生計圈壟斷 也就算了也沒關係 但我覺得巧欣提出來質疑 也包括亮哥 你昨天特別講到了 為什麼就買這兩家嗎 為什麼就是羅氏嗎 那價格就是居高不下嗎 那為什麼都不多進一些其他廠牌 還是蔡總統 蔡英文昨天一火了 一發火了之後 就會有其他的進來了 小英昨天的原話是說 應該用商業機制多進點貨 不要讓大家排隊 那昨天那個拼命再說 哎呀他沒有否定實名制 那事實上這整個話就表示 實名制造成供貨不足嘛 不是嗎 那陳時中有解釋 他說為什麼是羅氏跟亞培 因為這兩家都是大的藥廠 那他們可以迅速提供足夠的量 因為他要的是1億劑 1億劑這個量真的普通廠牌 沒有辦法一時供應 這是事實 可是他供應的也很慢 比如說 站到衛福部的規劃本來這個月 這個月是要提供2100萬劑 快篩 2100萬劑怎麼會夠呢 他現在陳時中剛剛說 希望快篩能夠快點進來 每天40萬不算少了 他不是緊急藥物 需要的量沒那麼多 那每天40萬加起來才1200萬 是啊 他還說已經不算少了 而且他不是緊急藥物 那你就不要醞釀這樣的氛圍 讓所有的人都要快篩嘛 我剛剛有個朋友寄給我 他說 甚至連台南的某些學校 那現在也要要求學生 跟學生家長要快篩 就是你那個氛圍就會讓很多單位 都會要求快篩 不然你不能進來嘛 他就是要看嘛 所以民眾的使用量 跟實際的需求 他擔心未來會用到 或者是坦白說啦 比如說家裡有老人 那有些老人就濾病嘛 他會怕嘛 所以他就說要不要塞一塞看 確定大家沒有問題 那大家才共餐 可是陳時中也叫大家不要急著買 他剛剛也說快篩實名制 像以前口罩實名制 一樣啊 這一輪買不到 就再下一輪嘛 不要一次都把所有的量都買齊 那你去跟所有的團體跟公司 還有公家單位講嘛 所有的公家單位 現在是不是有要求快篩嘛 你去看立法 越來越多 你去看中興大樓有人確診之後 是不是進入中興大樓都要快篩嘛 你是不是可以要求說 你們都不要塞 就是說 就是有很多問題 不是他講話就會執行的嘛 這個社會就不是這樣子運作的嘛 因為各種團體會有不同標準嘛 對 比如說電視台 我隨便講啊 比如說電視台 電視台就是很擔心員工確診 對 你衛服部也可以說確診沒什麼啊 百分之七十都已經 我們確診就沒辦法運作了好不好 是 我跟你講 他就會講說確診也沒什麼啊 百分之七十沒有症狀啊 那所以呢 我要不要上班 重重症的比例 到目前為止也只有0.2多啊 對不對 那你緊張什麼 就不能上班啊 那不能上班 你懂我的意思 對我懂 那你就乾脆就跟那個公司講嘛 說欸 確診沒關係啊 那個其他人沒有影響繼續上班啊 那就取消居隔嘛 對 你就取消居隔嘛 不是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川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把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